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8号在记者会上公开批评民进党当局及台外事部门 对他持续三个多月的种族歧视和人身诋毁言论 此事在导内舆论炸开了锅 恼羞成怒的民进党政客一方面对谭德塞持续围攻辱骂 另一头台法务部门调查局更把甩锅系加码 声称查获所谓大陆网民假冒台湾网民向谭德塞道歉的资料 至于有没有台湾网军攻击谭德塞 台法务部门官员推得一干二净 竟然说没有找到证据 自谭德塞8号在记者会上公开批评民进党当局及其台外事部门后 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到台行政机构台外事部门等 很快组成对谭德塞的台方攻击阵容 在脸书或公开场合指责谭德塞要求他盗窃 被台湾媒体形容为倾巢而出 不少民进党籍明代也气急败坏大放厥词 我觉得谭德塞秘书长我只有八个字送给他 那就是欺人太甚拖面自干 绿营明代赵天林用欺人太甚拖面自干八个字形容谭德塞 妄称是因为谭德塞当初欺瞒疫情造成全球灾难 现在不但不认错 还拿无法加入世卫组织的台湾说嘴 另一位绿营明代许志杰则巫称 谭德塞过去三个月都在帮大陆掩盖疫情 导致疫情在全球大爆发 现在还不知道检讨自己 事实上在攻击世卫组织这场大戏中 台湾是作为配角接棒出场 在美国连日指责世卫组织 声称世卫组织是在偏袒中国 把事情搞砸了之后 才有民进党当局10号接棒猛攻谭德塞的戏码 只不过美国和民进党当局虽然都将疫情当成好机会 但沆瀣一气的背后各有政治目的 民进党当局的官员之所以不依不饶 是因为他们是疫情为推动所谓台独的好机会 果不其然 台湾的配合演出也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投桃报李 前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赞台湾是所谓真正的朋友 后有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 获准在美东时间9号以预录影片的方式 在美国某智库的线上研讨会中发表专题演讲 吹嘘所谓台湾抗议模式的经验 及所谓国际合作成果 并再借机抹黑中国大陆抗议成就 10号台法务部门调查局更是把甩锅戏加码 声称查获所谓大陆网民假冒台湾网民 以台湾人道歉祈求原谅为模板 到处转帖的推文 至于有没有台湾网军攻击谭德赛 该官员完全无视充斥在世卫组织的社交平台 以及多个支持民进党的脸书粉砖 和网络论坛上的上千条 充满种族歧视和人生攻击的贴文 竟然说我们目前没有找到台湾的攻击 如此荒谬荒唐令外界傻眼 新党发言人王秉中 10号上午在脸书发布题为 台湾对世卫总干事可耻的种族霸凌的全英文视频 称民进党将原本只在台湾岛内搞的恶毒伎俩 带到了国际社会 台湾中国时报10号以台湾的网络霸凌 杨威国际为题发表社论称 台湾官方网军和侵略媒体联手攻击 沦为人生攻击和网络霸凌 让世界看到台湾疯狂进行政治攻击的丑恶面目